玄天明很久没有如此体罚他媳妇了 因为凤与恒总会卖可怜 说他很累啊什么的 他有时候就想 自家媳妇也的确是不容易 人家女人都留在府里头 管管内宅之事 他家媳妇还得跟着上战场 人家媳妇嫁给夫君是享受的 他家媳妇嫁给她是玩命的 一这样想 他就心疼了 也就不舍得太使劲折腾她了 于是 凤与恒这时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不过 今天晚上玄天明觉得自己实在是有点忍不住了 体力洪荒之力 于是 这一番欺压 凤与恒就觉得身上之人像是发了狂 他的衣裳被一把扯烂 就连里面的内衣都被他娴熟地解了开 满身春光乍现 某人咽了咽口水 这丫头十八岁了 这身材可是越来越好 好得不像话 这叫他如何能忍 这一夜 守在院子里的下人们又听了一夜春雨 望川和黄泉好不容易把人都赶回下人房去 可是他二人的这张脸也是红得快要低了些 他家小姐和殿下真是 太残无人道了呀 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 能不能考虑一下他们这些单身者的感觉啊 这简单太虐了 从夜晚到次日天亮 两人是醒了 睡睡了醒 凤与恒就觉得刚睡不一会儿 边上的人就又有了动作 结束之后再睡一会儿 边上又有动作 他想大声抗议 可身体却比嘴巴老实 居然一点都不抗拒 还十分迎合 没办法 最后 心意顺从了身体 肆意地享受起这一夜春宵 第二天 一点都不意外的 他起不来了 玄天明笑咪咪地看着床榻上的小娘子 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就该这样吗 要不这死丫头 都要上天了 他起身 捏捏她的小脸蛋 你就乖乖在家待着 哪儿也别去 为父上巢去了 凤与恒把脸蒙了起来 都澄清两年多了 再做这种事 他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 没招啊 谁让他老公这么帅呢 每次一看到他眉间的那朵紫帘 都觉得自己是紧了极大的便宜 这么好看 一男人落他手了 真是罪过罪过 他听到自家夫君出门的脚步声 还听到他对外头 守着的望穿黄泉说 不要进去打扰 让你家王妃多睡会儿 在得到两个丫头答复后 他这才放心地进了空间 还是睡在后世的床上舒服 还是在后世的淋浴间冲澡方便啊 如果这些能在大顺现实就好了 可惜 这里没有电 他也不懂怎么发电 这里也没有合适的排水方案 他更不懂如何挖水渠 罢了罢了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出来用的 只是 他想 只是 他早晚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也好 玄天明也好 总是会老去 死去 而他们也肯定会有孩子 那么 当那一天到来时 这个药房空间会随着他的离世 一并消失吗 又或者 他只能永远地活在空间里 从未试过这空间的传承 也没有机会是 凤语横响 真到了那一天 怕是他也没有勇气 带着玄天明一直生活在这里 如果永生永世住在这个四方空间 就算还活着 那又有什么意义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不能出去 会疯掉的吧 他胡乱想着这些 又在不停地想 到底该给六皇子和人熙 封送什么礼物好 这两个重大事件 在脑子里交替地进行着 扰得他睡也睡不踏实 此时 从南界往京都来的路上 一个车队正在急速前行着 车队里最显然的一辆车 是由四匹骏马一起拉着的 滑跪有大气 但听到车里 有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出来 带着哽咽说 能不能再快点 你这破车 装饰了那么多猪欲 一定是太沉了 四匹马拉着都跑得这么慢 这速度要是再提不起来 休怪我把这一车的猪欲 全都拆了扔山里 六皇子的光彩 寄奉粉黛大婚之后 京城里接二连三地 又订了两场亲事 除此之外 白泽和白芙蓉的亲事 也将要提上日程 这几年阴霾满步的京城 总算是又见了些喜气 而与此同时 平南将军府的小孙儿 也出生了 吕萍顺利诞下一个男婴 八斤二两 小娃娃白白胖胖地 来到了这个世界 是凤宇恒亲自给接的生 那孩子刚一出生就睁开了眼 还冲着他笑呢 凤宇恒喜欢的不得了 紧接着就给孩子 做了一系列的新衫检查 确定完全健康 这才向平南将军报喜 产房里 有一并过来的白草堂的女医 也有早就预备 在将军府里的接生婆 女医倒是早就习惯了 这一套接生方式 就是那些产婆 一个个吓得都傻了眼 没听说孩子男生 还能在女人的那个地方 给捡出一道口子的 孩子出来之后 又用针线给缝了上 那种线也好奇怪 不是平时缝衣用的线 听说缝完之后 还会慢慢地就消失不见 长得跟皮肉一样 原本在他们看来 这本来应该是 难产的一次生产行为 可经了凤宇恒之手 居然变得十分正常 一点难产的表现都没有 这些接生婆不得不感叹 怪不得人人都称赞百草堂 怪不得但凡有点钱的人家 生病也好 生孩子也好 都愿去找百草堂的大夫 今儿一看 水平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京城又添一喜 人们借此机会 又热闹了一番 纷纷上门来为平南将军 和仁熙涛道喜 作为未来的妹夫 六皇子也来了 他一来 立即又引得很多 没打算上门的人们 也一窝蜂地挤了过来 大礼小礼不停地送 堆得平南将军府的院子 都满了 京城里总算是 暂时恢复了正常的氛围 凤宇恒这边 为仁熙峰和封天玉 准备的礼物 也最终选定 他空间的抽屉里 有一枚钻戒 一刻拉的是 前世生日时 他自己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可平时的工作 并不适合戴这玩意 所以买回来之后 也就生日当天戴过一次 然后就被扔在 休息室的抽屉里 差点被遗忘 他将戒指拿出来 在手上戴了一下 有点大 前世他买这戒指的时候 已经25岁 人比现在胖些 骨架也大些 戒指的型号 跟现在这双小手比 要大出一个号来 之所以买一枚钻戒 给自己当生日礼物 是因为前世的他 实在是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嫁出去 甚至想过 有可能一辈子 都没有嫁人的机会了 如果自己不给自己买 是不可能有人送的 说起来 这可能也是命吧 凤语横想 在前世的时候 从来就对自己的另一半 没有任何幻想 他想不出 自己将来会嫁给一个 什么样的人 好像什么样的人 都不合他的心意 现在想想 可不是吗 最合心意的人 竟是在一个 不存在于历史长河的朝代中 他的灵魂要跨越时空 方可得偿所愿 先后从空间里拿了两次 两枚钻戒被他娶了出来 他想着 丰天玉和任西风都比他大 身材也比他能稍微胖上一些 怕是这个耻耗 他们两个带着应该适合 但是说起来 钻戒这种东西 应该由男子送给女子比较合适 六皇子那里 他倒是有打算亲自送过去 然后由他自己 来给自己的新娘一个惊喜 但李坤他可没有那么熟 贸然去不太好 想来想去 还是直接送给丰天玉比较好 于是先去了丞相府 将戒指交到了丰天玉手里 两姐妹聊了好一阵子 凤与恒才从丞相府出来 然后又匆匆进宫 去见六皇子 说起来 他自从回京 还真没有机会 跟六皇子好好见上一面 二人说起来 是有很深的交情的 单冲着当初在豫州的时候 六皇子带兵为他解围 这个人情 他就一声兜礼 凤与恒进京时 六皇子还在乾坤殿看折子 门口的孙让告诉他 六殿下每天都看折子看到深夜 谁劝也不听 也偏偏就有那么多 看不完的折子呈上来 王妃 您说这监国是不是都这么忙 以前皇上亲政的时候 也这样吗 凤与恒也无奈 他没做过皇帝 不知道皇帝在折子这方面 到底应该控制在一个 什么样的量上 才是最好 在他认识天武帝 并且接触的比较多的时候 天武帝已经不太着调了 都不怎么折折子了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办法给孙让回答 不过六皇子每天都忙天半夜 这肯定是不行的 他摇摇头 问孙让 我能进去吗 孙让赶紧道 肯定是可以的 奴才这就为王妃通报 凤与恒来了 玄天风是肯定要见的 很快的 孙让就出了来 恭恭敬敬地把他请了进去 他进去时 就见玄天风精神头并不是很好 面上略显疲惫 眼圈下面也有些隐隐的淤青 他皱着眉劝他 纵视国事操劳 可六哥也该顾及着自己的身子才是 你若是病倒了 这个天下又有谁能来撑着 玄天风苦笑 还不是你们扔给我的烂摊子 一边说 一边亲自为凤与恒搬了椅子 坐吧 我让他们给你七茶 说吧 立即吩咐宫人 去七本王从贤王府带进来的那种茶 再回过头来对凤与恒道 那还是你那年在基安郡时送我的茶 一直没舍得喝 带进宫里来也仔细地放着 就想着你什么时候来 不至于给你喝宫里那种茶 我一直记着 你不爱喝那个的 凤与恒一愣 倒不是惊讶他不爱喝这个时代的茶 玄天风还记着 只是他听到对方说 留着的茶 还是在基安郡时他给的 不由的就有些心难受 他开口 带着歉意地说都是我不好 那种茶我有很多 待一会儿回去 立即就着人给六哥送进来 玄天风摆手 你自己留着 再多也是会喝完的 我左右都已经习惯 对茶不挑 他失笑 怎么可能不挑 读书人最是看重风雅 他也记得玄天风 第一次喝到他拿出的茶时 那种惊艳的感觉 还曾经说过 这种茶 就应该让天下读书人都尝一尝 一定不毁精神 可他却忘了 当初给的并不多 没想到直到金还留着 有工人把茶端上来 闻着还是那种熟悉的香 可是喝起来就失了口感 放了三年了 再好的茶 也没了该有的味道 玄天风看出他的反应 有些尴尬地道 是不是不好喝了 要不放下吧 我再让他们 给你用鲜花泡鞋 也很清香的 说着 就又要吩咐工人去弄 凤玉恒赶紧把人拦住 一狠心 干脆伸手入袖 直接从空间里 顺了一个大茶叶罐子出来 我身上带着呢 泡这个吧 剩下的就给六哥留着 晚些时候 我再让人多送进来一些 六哥 对不住 都是我疏忽了 你放心的喝 不用再刻意 为我留着 以后我不管到了哪里 每隔几月 就会派人 给你送茶回来 玄天风正了正 面上有些失落 半晌 落寞地说了句 你们到底还是要走 他点头 我九岁离开京城 十二岁再回来 那时 就已经很不适应 京中环境了 这么些年了 就感觉一天消停日子 都没过着 总想着 往后能远离是非 到一个清静的地方 去过简单的日子 所以六哥 对不起 是我们太自私 才把这个天下扔给你 你别怪阿恒 也别怪玄天明 玄天风默默地 把他面前的茶碗端走 再递给工人 然后吩咐工人 用凤与恒拿来的茶叶 再去泡 他其实很想问问 凤与恒袖子里 怎么就藏那么一大罐子东西 可话到嘴边 还是咽了回去 从前他就知道 这个丫头身上 怕是有些秘密 这秘密 老九肯定知道 老七也能知道个大概 这是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 他参与不进去 只是 心里总是 有些遗憾 直到这世间 有些人有些事 怕是终其一生 也无法得偿所愿 他若一味地纠结于此 试了风度不说 也怕时日久了 连心智都会迷失 所以 他与凤与恒之间 保持在一个欣赏的距离 不远也不近 有时会心酸 但多半的时候 还是可以释怀的 很快地 工人把新茶泡了两碗过来 他闻着茶香 又想起了在基安郡的那些时日 便苦笑起来 我自己的弟弟 怪他作甚 明儿从小就任性 父皇也好 我们这些哥哥也好 总是偏疼他一些 长大了也一样 长大了也是弟弟啊 这是玄家人的责任 当哥哥的不承担 难道还要 扔给弟弟不成 他摆摆手 轻叹一声 我其实很想念在 基安郡教书的那段日子 我创办的那个书院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有没有打听过 他赶紧点头 打听过 书院很好 六哥亲自培养出来的 那几位先生 一直都在 一切都是按照六哥 当初所提出的理念在进行着 学生都知道 书院的创办人是六哥 都为自己能在那里读书 感到骄傲自豪 他们都 他说着说着 有些说不下去了 因为看到玄天峰 在提起书院里 眼睛里的光彩 那种光彩 是他坐在龙椅上时 完全感受不到的 如此钻研学术的人 却被他一手推上皇位 他这样做 是不是太残忍了 奉赵国心 百年不移 奉宇恒与玄天峰二人 在乾坤殿说话 一说就是一半天 总觉得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怎么都说不完 可到底 他还是要走的啊 玄天峰轻轻叹息 看着手中奉宇恒给的那枚戒指 他告诉他 我始终都会记得 曾有一位女子 给了我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见识 让我知道这世上 还有那么多认知范畴以外的事 奉宇恒 去吧 去过你想要的日子 六哥能为你和明儿做的 也就只有好好的守护这片江山 将来无论你们在何方 总会记得 有这一片大好山河 记着 大顺永远是你们的家 御王府也好 留在这里 等待他们的主人再一次归来 凤宇恒笑了 可是从乾坤店出来时 却又忍不住鼻子泛酸 眼泪哗啦啦的就掉了下来 大顺的这些个皇子啊 每一位都给了他很不同的感受 大皇子玄天奇善财 生意做得变天下 他手里这点子产业 不及人家十万分之一 简直九牛一毛 据说四海之内 都有玄天奇的生意 有大的 也有小的 总之 但凡能赚钱的买卖 大皇子都不放过 若说他凤宇恒的财富 大顺这样的国家 他真的太有钱了 二皇子玄天凌乡对来说 比较中庸 好像什么都不赚 但又好像什么都不亏 他懂兵法 能带兵 会武功 能打仗 为人正直却并不于忠 孝顺也不于孝 早早地就生下皇孙 于天武帝来说 是二皇子西下的玄飞羽 给了他最多的天伦之乐 三皇子玄天叶 并非是天武帝亲生 一身戾气 跟玄家其他的孩子完全不同 他来到这大顺朝 第一次最为痛恨的人 就是那玄天叶 事情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可是在想起那个人 恨意依然会在心头再次萦绕 久久不散 四皇子玄天叶 他对那个人最初的印象 是因为玄天叶与布尼长的婚约 那人也曾被玄天叶蛊惑 站错了队伍 谁知后来竟阴差阳错地 被想容给调教过来 不但没了真位的心思 更放下刀剑拿起绣花针 真是让他大跌眼镜 五皇子玄天叶 这人的转变 与四皇子一样 让他吃惊 曾经动了天武帝的妃子 侥幸活着 却活得十分荒唐 他与奉承于暗斗 居不想 竟成就了粉带的仪式姻缘 如今二人幸福美满 五皇子一重回朝堂 相助六皇子监国 实在让人欣慰 六皇子呢 六皇子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天下世人 他最爱玄天明 最亲近玄天华 最敬仰玄天风 与六皇子在一起 总似有说不尽的话题 聊不完的趣事 六皇子博览天下书 也曾行走于大江南北 见识颇广 对很多事情 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与之聊天 天南海北 就好像是在畅游天下 那么痛快惬意 当然 玄天风对他的心思 他心知肚明 却不能给予任何回应 敬仰和爱 是不同的 七皇子玄天华 除去玄天明之外 他最亲近之人 有很多时候 就连他自己都说不好 对玄天华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那人若先 有着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即便是他 也会情不自禁地背弃西意 他可以在他面前撒娇 调皮 为所欲为 喜欢看他纵容的双眼 却也会刻意避开 他眼里露出的 毫不掩藏的爱恋之意 然而 这一世 终究他选了那个 眉心犹夺子怜的男人 他已经心有所属 就在穿越到这大顺的最初 一眼一生 一眼万年 所以对于玄天华 他心里有的是 割舍不掉的依赖 还有今生不能相伴的愧疚 八皇子呢 素氏仇敌 中他一生 都绝无可能原谅那个人 当然 老天是公平的 玄天墨给大顺带来的一切灾祸 都没能逃得过命运的追究 他的结局 他那张脸 踪随人撕开的过程 是对他霍乱朝纲 妄图天下的最好报应 他的丈夫 是九皇子玄天明 是穿越的最初 他一眼就相众的人 他这一生 都将与那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 他容 他好 他损 他残 凤与横吸吸鼻子 六皇子玄天锋最后说的话 还在脑子里回荡着 他说 今生有幸遇见你 唯愿来世在于 情不仅止于此 来世吗 来世 他想回到那个熟悉的年代 如果大家有缘再见 就在那个年代 可好 天色已晚 他并没有直接出宫 而是去了昭和殿 见天武帝 这一路上 已经陆陆续续地 从空间里 调了很多东西出来 望穿皇权大包小狗的 提在手里 对他家小姐这种 凭空取物的行为 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昭和殿那头 惊日异常地安静 凤与横三人到时 就见张远镇守在殿外 到了 张远赶紧上前行礼 然后告诉他 皇上正在跟 青天间的监政大人说话 王妃要不稍等一会儿 凤与横想了想 白手说 那我就不进去了 就是来给父皇送些东西 也没有什么要警示 这些东西 你这人拿着 有父亲要按时吃的药 补品 还有他爱吃的点心和零食 另外还有两罐子茶叶 还有给你 也带了些小食 你分给下人们吃吧 张远立即这人都接过来 然后笑嘻嘻地说 王妃只记着 给那些小猴崽子带吃的 怎地不给奴才带点呢 您拿的那些小点心 奴才也爱吃啊 凤与横白了他一眼 你还用我特地给你带吗 父皇吃的哪样东西 不是随你便吃 他说着 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的事 这以后要是把父皇母妃都带走 是不是也得把你给带上 张远一听 有大消息啊 于是死缠着凤与横不停地问 终于问到了他夫妻二人的打算 小太监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跳 兴奋地简直要跳起来了 他就想冲进去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天武帝 可是昭和殿里 青天尖尖正的话 却还在继续说着 隐隐能听到里面的话音 凤丁虽然在京中 却隐有又回到西方去的势头 但凤丁之灰营绕京中 却是几十年都不会散的 天武帝眨眨眼 问了句 老六的那个媳妇 没看出凤丁的苗头 青天尖尖正抹了把汗 皇上 并不是每一位人间龙凤 都能得以主命星宿的 比如说 皇上你就没有啊 你忘了吗 天武帝闷哼一声 再度感叹 可惜了阿衡 多好的孩子啊 咱们大顺没福啊 青天尖尖正在道 倒也不能这么说 大顺的福气 还是挺旺的 未来奉心主席 大顺有西相助 国心大量 至少百年不宜 当真 当真 天武帝点点头 当真就行 那你回去吧 青天尖尖正 眉头莫尾的又被赶走了 本来还想着 天武帝还能再问几句的 没想到老皇帝 似乎对这件事 没有了前些年那番兴致 他也不便多言 总之 大顺好 就一切都好 奸正离开 张远乐呵呵地进了大殿 手里捧着一大堆东西 搁在老皇帝面前 看 豫王妃给送来的 老皇帝白了他一眼 想说 你乐什么呀 不就是 有好吃的了吗 不过自己的眼神 却已经被那一大堆东西 给吸引了去 两只手在里头 不停地翻找着 把零食啊 点心啊什么的 都给挑了出去 张远就不干了 给我留点啊 你都吃啊 还有 这些药和补品 也绝不能忘记 每天都得按时吃 其实 皇上 你吃足吧 你的补品 和药都是豫王妃给的 不用炖也不用熬 救了水就能咽 多省事啊 你问问看别人 吃个补药 还得炖好几个时辰 有的人家半夜 就起来熬药了 废话 老皇帝一瞪眼 正是皇帝 还不能搞点特殊了 哎我问你 阿恒过来 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 张远说 人家回去还有事呢 再说 还要往月寒宫 去给云妃娘娘送药 这一天也挺忙的 哦对了 张远凑近了些 神神秘秘地道 有个好消息 要不要听 天武帝一愣 什么好消息 这年头儿 还能有什么好消息 莫非 老七醒了 没那么快 张远摇头 虽然不是七殿下的事 但这个消息 您听了之后 肯定也会非常激动 皇上 您知道九殿下 跟豫王妃 有打算离开京都 去过逍遥日子吧 是不是也挺羡慕的 是不是也挺嫉妒的 现在 奴才告诉您 不用羡慕嫉恨了 因为豫王妃说了 他跟九殿下 已经商量好了 待京中 事务处理完毕 那个假巴皇子 也给烧成灰之后 他们要带着 您跟云妃娘娘一起离开 张远说着 美滋滋地笑起来 当然 您去了 奴才肯定也是要跟着的 怎么样 这是不是一件 极好的事 老皇帝这回真兴奋了 他俩 要带着我跟翩翩一起走 还有我 张远提醒他 对对还有你 要不斗地主 也凑不成个局 老皇帝现在 迷上了斗地主 最主要是云妃喜欢玩 他不但自己能过瘾 还能陪着云妃 实在是十分痛快之事 还是阿恒这孩子最贴心啊 比那几个小子 可是强太多了 这才是朕的亲闺女嘛 那什么 啥时候走啊 等京中事务处理完吧 张远说 您看 经理着实还是有着 几件大事的 比如说 六殿下的亲事 老皇帝点了点头 是啊 芬儿的婚事 平南将军家的闺女 嗯 真是让朕满意 看来 朕这个皇位的快一点 传给芬儿才是 若仙之人 微微轻动 仅此宫里 皇后的胃口不错 吃了满满一小碗的饭 菜吃得也很好 还破天荒地吃了两块肉 芳姨说 娘娘就是要这样 好好用膳 气色才能好起来 皇后笑笑 说 是啊 自从那人背情 好像这么些年 压在身上的担子 一下子就泄了去 说不出的轻松自在 她接过芳姨递来的水果 又吃了几块 谁都能看得出 皇后娘娘心情大好 但其实除了芳姨以外 其他的工人 并不是很明白 这位皇后娘娘的心态 皇上多久都没来过了 整日就只顾着芸妃 哪里还能记得住自己 还有一位皇后 人们暗里 没少为皇后抱不平 可他们却不知道 其实皇后 很喜欢这样的状态 这么多年了 她早就习惯 跟天武帝各过各的 从前天武帝亲政 两人 只需在特定的场合 一起出席 一起称称场面 虽然看起来 天武帝挺不尽人情的 但是皇后 并不苛求恩宠什么的 老皇帝该给她的都给了 把大顺后宫交给她 就冲着这份恩情 她就得替老皇帝 把皇宫守好了 方一告诉她 昭和殿那边 有消息传过来 说是九殿下 以后要带着豫王妃离京 皇上和云妃娘娘 也跟着一块走 这消息是张远传过来的 奴婢想着 应该是皇上的意思 是想让娘娘提前知道 做个准备 娘娘您看 没什么好准备的 皇后笑笑 皇上那个人啊 骨子里就不是个安生的性子 他不着掉这么多年 本宫可不能跟着他一起胡闹 他要走就走吧 两个人也是够苦的 人都到了这个岁数 还能过几年好日子呢 让他们去吧 但本宫不能走 大顺的有人撑着 就算以后六皇子登基 也需要一位太后坐镇 毕竟那厉贵人 实在让人放心不下 皇后担忧厉贵人 因为那位以后 是要做太后的 虽然现在被关在静思宫里 不得外出 可六皇子继了位 就再也没有理由 把该成为太后之尊的人 继续关着 可是那厉贵人啊 心思不安分 若没有中宫皇后在后中振着 这后宫怕是又要乱套 厉贵人确实不安分 他那个人啊 打从以前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 心思就多 但却并不很外放地表现出来 他都是在心里憋着 憋着憋着就憋了一肚子的坏水 这种人用民间的话说 就是粘巴桃 看起来老老实实 其实咕弄得很 就比如说现在 静思宫里 厉贵人也不知道从哪 翻着了一本道家的书籍 捧在手里一口气 看了两天两夜 以前都是在佛堂坐着的人 突然改看到书了 弄得是女左 也是一头雾水 但再怎么样 也不过就是坐着看书 左而想 只要厉贵人不跑出静思宫去 一切都好 可却没想到 厉贵人这书 也不知道怎么看的 好的没看明白 倒是把各些什么炼丹长生的故事 给看得个一清二楚 他很想问左 吃这些丹药 到底能不能长生 或者说多活几年 等他儿子当了皇帝 这座后宫 可就是他说了算了 当公妃的时候没地位 可是当太后就不同 他是皇帝的生母 谁还敢小看了他 但这话到了嘴边 却没敢往外冒 因为他意识到 这左似乎跟他儿子是一伙的 什么事都会向玄天锋禀报 若是让玄天锋知道了他想要吃丹 肯定是不能答应的 于是 丽妃把这事给瞒了下来 只说 我对道家十分感兴趣 左而 你去跟六殿下说 我想请两名道人进宫来讲道经 听说萧州的金玉官香火很旺 就到那边去请吧 左而不宜有他 请两名道士进宫说道 这个在以前也曾有过 甚至听说 先帝也很亲近到家 也曾在宫中不谈 于是他答应了下来 觉得 这并不是一件大事 再说凤宇恒出宫 回到豫王府十天都已经黑透了 一大圈走下来 实在也是累得够呛 但还是到空间里去 准备了一番 找了几种茶叶出来 让望川拿去装好 明日一早就让玄天鸣带进宫里 给六皇子 这些事情都做完 他想 也是该操心一下白泽的亲事了 身边姐妹嫁人的嫁人定亲的定亲 白泽和白芙蓉情定这么些年 也是该操办 他虽然是芙蓉的好姐妹 可毕竟玄天鸣是白泽的主子 这件事情 他还是要站在南方这边 来考虑和操办 于是次日 玄天鸣进宫上朝 他叫了白泽来 给白泽划出了一条道 虽然你无父母在世 但芙蓉的父亲可还在呢 所以 婚事也绝不能因此从简 该走的环节都得走 一样不能落过 我会着专门做着行当的人 帮你张罗着 从提亲到交换更帖 你必须亲自参与 白泽被说起婚事有点激动 也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这事儿他早就想提了 可是主子们都很忙 金钟事又多 他怎么好意思在这时候开口 可是再不开口 芙蓉那边他又觉得 实在是过意不去 没法交代 正纠结呢 没想到凤与横主动提了 他想 自家王妃 真的是太善解人意了 埃玛 当初在西北的大山里 他还二了八计地拿剑指着人家 现在想想 王妃那时候 没一枪打死他 真是太善良了 这亲事就这样张罗起来 凤与横对白泽还是很好的 毕竟他们认识得早 算是跟玄天明 一起在大山里就相识了 所以 他特地拜托了周夫人 来张罗这件事 又把白泽给激动够呛 但凡事有娶就要有舍 凤与横说了 成了亲 他就有了家事 要对芙蓉负责 对这个家负责 所以 以后白泽不能跟着他们离开京城 要留在这边过自己的日子 这事儿是凤与横 跟玄天明两个人商量过的 玄天明也同意留白泽下来 一来让白泽顾顾家 二来 在京中也得留个稳妥的人 白泽舍不得离开主子 可也知道 是到了快要分别的时候了 人这一辈子 总不能一条路走到黑 生命总归是有转折 他感激主子 原他这场姻缘 更感激主子 给了他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白泽这头 亲事张罗起来 在周夫人的安排下 他亲自带着御王府 为他准备的聘礼 往稷安郡去见白巧匠 而京城这边 丞相府也热热闹闹地 置办了起来 因为听说凤与横玄天明 要离京 封天玉特地将婚期提前 一定要赶在凤与横 离京之前把大婚给办了 让他们姐妹 能再好好聚一次 只是平南将军府那头 并没有太早的张罗 因为天武帝 特地找平南将军说了 想让六皇子的婚事再等等 先不要着急 不要以王爷的规制来操办 他有传位的打算 想到时候 让六皇子 直接办侧后大典 对此 平南将军没有任何疑议 城外 甲八皇子的势力 已经开始集结 朝中大臣重新紧张起来 每日上朝 都为此事要伤一个小半天 好在如今 朝中都是自己人 大家虽偶有争吵 但都是真心为大顺厚 六皇子也着实省了许多心 朝中紧张 可相反的 凤与横这边 却是把生活节奏放慢下来 他开始慢悠悠地享受生活 每日早睡早起 每天跟玄天明一起出门 一个上朝 一个到郡主府 去找想容一起锻炼 如果跟着他锻炼身体的 还多了一个凤粉袋 三人 每天早上都到郡主府 来集合 然后围着院子就开跑 凤与横为他二人 都制定了健身的计划 两个丫头练得镜头十足 只是想容的身子 还没有完全恢复 做不得太激烈的运动 总是跑一会儿 就要歇一会儿 但看着粉袋 和凤与横练得欢 他也高兴 只是总是会想起 那个若仙之人 二姐姐说他没有死 可是 人到底在哪里 这日 凤与横在空间里待了一整天 先是为玄天华 做了一套常规的检查 然后便搬了把椅子 坐到了旁边 愣愣地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人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还没有醒 虽然早已经做好了 十年二十年 玄天华都不会醒来的心理准备 可还是希望有奇迹会发生 有多少次 他都在梦里梦到 玄天华突然醒来 冲着他笑 一身若仙 一切依旧 可惜 一睁眼 这个人却依然只能 靠着这间冰冷的手术室存活着 凤宇恒伸出手 去跟病床上的人握了一下 很想跟他说说 这些日子 京城里都发生了什么 可是一开口 又带哽咽 他要很努力才能 将情绪平复下来 然后喃喃低语 一个人默默地讲述着 想容和云飞重病 粉呆大婚 封天玉答应了李坤的提亲 六皇子向平南将军府下聘 京城里一桩桩一件件的事 就这么说出来 听着似平平淡淡 可是每一件 却都牵动着他们的心思 他在空间里待了整整半日 就握着玄天华的手 不停地说着 直到晌午时分离开 是听到外头 有黄泉的声音在喊着 说 小姐 五阳公主回京了 古蜀国君也一并来了 他心头颤 匆匆出了空间 却并没有看到 手术是病床上 那若先之人 微微轻动的手指 好福气 凤宇恒在听到 五阳公主回京的消息时 就已经猜到 玄天歌是为什么事回 七皇子死在踪随 这事全天下都知道 自然也瞒不了他 匆匆进宫 看到的是一身束缚的玄天歌 和他那双哭的红肿的眼睛 文宣王和王妃也在 天舞帝正跟玄天歌解释 你七哥真的没死 阿恒亲口跟黄伯伯说的 不幸去问你云伯母 玄天歌不幸 一边抹眼泪一边道 整个天下人都说七哥死了 你说他没死 那人呢 人总得让我见见啊 天舞帝就为了难 你九哥说 放在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要在那里养伤 等伤养好之后 就可以回来了 哎 都是黄伯伯不好 应该早点派人 把这消息告诉你的 看看你 大老远的跑这一趟 累坏了吧 说吧 又问文宣王 孩子是不是连家门都没进呢 饭也没吃呢吧 你瞅瞅 这才嫁出去多少日子 怎么就说成这样了 老妖你是不是嫁妆别少了 孩子在鼓鼠挨欺负了 说完 眼睛一利 狠狠地瞪向鼓鼠国君范天理 朕把孩子嫁给你 就是这么疼的 你们鼓鼠不是不想活了 范天理苦笑 皇上 天歌在鼓鼠 吃得比姑这个国君都好 那就是你气着她了 哪敢 天歌那日子过得不要太悠闲 就姑原先那几位公妃 打从她进了宫 天天的就跟着她 打那种叫麻将的东西 有时候姑去看看他们打麻将 那几位连里都不理姑 您说 就这样的 谁能气得着她 那朕怎么瞧着瘦了 她拉着玄天歌的手心疼地说 天歌呀 不管受了什么委屈 你都跟朕说 朕替你做主 以后朕不当皇帝了 你就找你六个 你六个从小就疼你 玄家这辈就这么一个女孩 天武帝简直把个玄天歌 给宠得没了边 要说真是鼓鼠人欺负了她 老皇帝是真的能马上命人出兵 把鼓鼠彻底给打下来的 玄天歌又抹了一把眼泪 天歌知道 黄伯伯和几位哥哥都特别疼我 可是 黄伯伯 我想见七哥 我七哥到底在哪里啊 凤与恒进了乾坤殿 正好就听到这么一听 不由地轻轻叹息 玄天歌听到声音 回过头去 看到凤与恒走了来 赶紧上前一把将人抱住 大声地道 阿衡 阿衡啊 你快告诉我 七哥到底是死是活 如果还活着 那他到底在哪里 凤与恒进拍着玄天歌的背 将当初对天武帝和云飞说的话 又跟他说了一遍 七哥真的还活着 只不过重伤昏迷 我跟你九哥 把他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暂时还不能离开 不过你放心 有我在 七哥一定会醒过来的 那为什么不解释给天下人听呢 为什么所有人都说 七哥已经死了 阿衡你知不知道 我从鼓鼠一路回京 听到的全都是七哥 被炸死在同城之外的消息 看到的全部都是一身素衣 为七哥扶桑的百姓 甚至有的人说 要为七哥扶桑三年 我的这颗心啊 差点就挺不到见你们了 阿衡 我好难受 他呜呜地哭着 扯着凤与恒的袖子 哭湿了他半片胳膊 凤与恒也是感叹 人也说了 全天下人都这样认为 那是因为 当初七哥的确在 踪碎的同城之外遇险 太多的人看到了 再加上有人恶意 将当时的情况 说得更加惨烈 这才导致全天下的人 都相信了七哥以死之事 你知道的 想要打破所有人心中 已经相信的事实 并不是一件意识 除非七哥活生生地 站在世人面前 可惜 现在还不行 玄天哥拉着他的手 可怜巴巴地又问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七哥真的还活着 而且还有醒来的机会 凤与恒点头 一定的 一定会想来 是在告诉玄天哥 也是在告诉他自己 那好 玄天哥抹了抹眼泪 既然你说了 那我就信你 阿亨 你知道的 我自小跟这些哥哥们的感情很深 尤其七哥九哥 从小就带着我玩 我真的接受不了 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我 所以 阿亨 请你尽全力 一定要将七哥治好 你放心 凤与恒开口 我也与你一样 接受不了任何人的离开 天哥 相信我吧 我一定会把七哥治好 总算是解了玄天哥心头之痛 他终于笑了起来 回过身拉着天舞帝 眉飞色舞地 讲起古蜀那边的剑文 还着重讲了 自己到了古蜀之后 把大顺的文化带到了古蜀 让古蜀国民对大顺更加了解 也更加尊崇 然而 对于这些 天舞帝完全不在意 他心里就惦记着一件事 打麻烦真的好玩吗 比兜地主还好玩 玄天哥一愣 随即兴致更浓了 抓着天舞帝夸张的大声叫着 好玩 特别好玩 阿亨教的东西 怎么能不好玩啊 黄伯伯 我给你讲啊 巴拉巴拉 玄天哥开始给天舞帝 讲起打麻将 爷俩说的那叫一个热闹 在场的其他人 都被晾在了一边 梵天离坛贪手 跟众人道 在古蜀打起麻将来 就是这个精神头 你们说 他像是挨过欺负的样吗 文宣王摇头 还真不像 而且他相信他的闺女 也不可能挨欺负 且不说有大顺 如此强大的母族坐镇后方 单是凤与横给的那部分人 那可都是带着重武器的精华 一个个的 都是一言不合 就能把整个古蜀都给炸磨得住 古蜀国君吃饿了称地欺负他 再说了 他也对自个闺女 本身的魅力有信心 处事能力也有信心 再怎么说 也是大顺之二八经的公主 从小到大 可是没少学如何李家李国 早就预备着某一天 和清别国 主义国之母 凤与横也开始检讨 哎 我教的呀 我教的 本来是想着 给他闲时解闷 没想到如此入迷 张远在边上听了 也跟着插话 王妃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好 就那种叫扑克的 皇上和云妃娘娘都喜欢玩 见天的 让奴才陪着他们 一块打击吧 凤与横挑眉 这死太监确定 他是陪着皇帝和妃子玩 而不是自己也爱玩 张远瞧出凤与横怒中之意 有点不好意思 当然 奴才也觉得挺好玩的 不过 听五阳公主的意思 打麻烦比打扑克还有趣啊 凤与横明白了 行吗 回头再送一副麻将进宫 教教你们 不过 麻烦是需要四个人玩的 你们还少一个 本王来 文宣王赶紧谨守 本王来本王来 左右在府上也闲着没事 就进宫来陪陪皇兄 你好意思 文宣王妃挟了他一眼 没听说除了皇上 还有娘娘吗 你好意思跟嫂子一起打牌 张远你别听他的 还是我来 凤与横跟范天梨都无语了 好吗 这一下彻底没他俩什么事了 为欢迎玄天歌和范天梨 好久没有举办过宴会的皇宫 又大开宫宴 这一次 能进宫来参加宫宴的人 就和睦了许多 因为官员都是经过几轮清洗后 剩下的心腹之臣了 这个心腹 包括天武帝的心腹 玄天明和玄天华的心腹 也包括玄天风的心腹 这么多心腹在一起 劲儿都往一处使 就连他们的家人也都明白 大家都是一伙的 所以 纵使官启门来自家 都得你死我活 对外时 也都得和和气气 跟每家 每户都搞好关系 并且一心向着朝廷 因为这关系 到他们家老爷的官运 也是关系着他们自己的人生 公演时 一帮姐妹 终于又聚到了一起 玄天歌 风天玉 任兮风 白芙蓉 想容 粉黛 还有凤与恒 他们团团围坐 互相看着彼此 看着看着 竟一起笑了起来 玄天歌指着风天玉道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居然要嫁给李坤 可你当初干什么来着 早知今日之局 当初那李坤上 咱们大顺来显摆铁金石 你就该嫁 说不定你嫁过去 就能帮着李坤上位 也捞个皇后当当 风天玉撇嘴 谁乐意当皇后啊 我就想待在家里 天天对着自个爹娘 自在 说吧 又指了指任兮风 他才叫搞笑呢 这么多年了 挑来挑去 挑到自己二十岁 居然发现 跟六殿下是合拍的 你早干啥来着 咱们打小就在京城 你要看上六殿下 怎么还用得着拖到二十岁啊 任兮风也挺无奈的 问题是 二十岁之前 跟六殿下也没有多少接触 他那个人 你们还不知道 在京城时 就把自己关在书库里 要么就离开京城 或是行走四方 或是往东北驻守 宫宴都极少能见 又何来交往呢 你让阿恒说说 他回京这些年 见过六殿下几次 凤与恒这个倒是挺赞同的 他说 记得那年我在京城 遇到六哥时 居然一下子都没认出来他 还跟他聊了好半天 后来才后知后觉 可见六哥这人是有多低调 他笑看着任兮风 由衷地道 兮风好福气 你才好福气 所有人一口同声 然后相视而笑 笑声在这翡翠殿间荡漾开来 听得人心舒畅 黄粮一梦 这么多年了 这一场宫宴 是难得一见的和谐和睦 凤与恒看着玄天歌等人笑成一团 互相挽着手臂 就连粉黛和享荣 也开心地跟他们玩闹在一处 还有许多 官家小姐 也凑上前来 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们 有说有笑的 从前处处心机 竟已四过眼烟云 再看对面 皇子席间 一众皇子抓着梵天梨灌酒 把个古蜀国君给灌的 坐着都直晃 还有李坤 作为大顺的女婿 也跟着一起被灌 灌得实在是喝不下去 就抱着梵天梨大声地说着 我俩跑吧 他们太可怕了 话来人们哈哈大笑 六皇子也从太子位上走了下来 与一众兄弟坐在一起 就像是个儒雅书生 时而谈笑风生 时而静下沉思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就连任西风都悄悄地对凤与恒说 我觉得六殿下其他并不喜欢我 他选择了我 应该是觉得 我是最合适的那个吧 但最合适却不是最爱 我于他来说 充其量也就是不排斥罢了 凤与恒不知怎么接这话 一笑间掩盖过去 只是离京的心思却更加强烈 再看去对面 玄天明也正朝他看来 双唇微动 无声地说 别急 就快了 人们都在感慨 有人说 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当初 你们看 凤家的三个姐妹 居然坐到了一起 我记着上一次看到他们坐在一处 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也有人说 这哪里是当初 当初可没现在这样消停 莫说凤家的姐妹 就是金钟贵族之间 也是斗得的头破血流 你们可还记得不佳 记得记得 那个布尼长 还跟玉王妃斗过剑术 可惜啊 真是自不量力 越来越多的往事 被大家回忆起来 于是 一场宫宴办成了回忆大会 人们抢着说自己想起来了什么 而想起来的是 多半都是跟凤与恒有关 没办法 有人感慨 毕竟这么些年走过来 玉王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带给我们的惊喜也太多了 有人细数凤与恒做的 一桩桩一件件事 有遗漏的 立即就有人补充上 更有甚者 一位剖习的些诗书的小姐 不知从哪儿要来的纸笔 居然把凤与恒的这些个事迹 给记了下来 人们商量着 待明日定拿到书局去 找位书生把这些事情给撰写出来 再做成册子售卖 一定非常畅销 凤与恒在边上听得直抽嘴角 这帮人 太可怕了 不过玄天歌却拍手赞成 还叫嚣着 做好册子之后 他要带回古术一些 在那边也卖一卖 风天玉更是提议 普通的撰写可不行 最好是写成故事 长篇的 那样读起来才更过瘾 销量也才更好 那可得找个厉害的人来写 普通书生是不行的 写得不好看 就辱没了我们阿恒 找谁呢 玄天歌一双眼睛 在人群中低流乱转 转了几圈后 最终落在了六皇子那块 我六个最合适 别闹 凤与恒俯 六个还得监国呢 让黄伯伯先顶一阵 他写完书再说 可是写书也不是 几天光景就写得完的呀 我看就依着皇上那心思 怕是多等一月都嫌多 更别提让他等完一本书出事 风天玉分析说 这个写书的人 一定要特别了解阿恒才行 而且不是 从后来才开始了解 要从一开始 就跟他在一起的才好 说着说着 目光看向想荣 想荣 你最适合 想荣乍蛇 我倒是什么都知道 可是我不会写书啊 再想想 有一个人 他说到一半 低下头 用极轻极轻的声音说 如果他在 那才是最适合的 大家都沉默了 他们都知道 想荣说的是谁 可是那个人 到底在哪里 到底伤成什么样 玄天搁握了握凤宇恒的手 问他说 阿恒 我不能留太久 最多月余 在我走之前能看七个夜吗 凤宇恒低着的头没有抬起来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他几乎每天都到空间里 去检测玄天华的情况 在后世医学的控制下 玄天华的情况 已经有了很好的转变 只是这种转变 依然只停留在存命阶段 能不能醒来 凤宇恒久不言语 玄天哥轻叹了声 不再多问 他知道凤宇恒为难了 也知道玄天华的伤 怕是极重 只是 重到什么份上呢 他威逼上眼 玄天华若先风姿 依然就在眼前 却触不到 摸不着 两九 任西风说 天哥 能晚些回去吧 皇上说我跟六殿下的亲事 要直接办伺候大典 我希望你们都在 说完 又看了看凤宇恒 眼中净是期待 可是 谁能说得准呢 谁能知道 这场侧候大典 什么时候到来 总不能催着天武帝让位吧 看出姐妹们的为难 任西风微微叹息 又道 没事 我知道你们的心都在 就好 我留下 玄天哥说 让范天离先回去 我留下 参加你们的大婚典礼 不是还有芙蓉吗 阿恨跟我说 白泽已经往基安郡 去下聘了 想来应该也快了 我就在京中多留些日子 也多陪陪黄伯伯 和父王母妃 他一边说 一边偷偷地看凤宇恒 人们都知道 玄天哥留下 王子一面的 大家心招不宣 谁都不再提 玄天哥又对粉黛说 四丫头 既然你跟咱们又坐在一起了 那从前就是 便一笔勾销 我玄天哥不是交情的人 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 阿恒都能原谅你 那我也不怪你 我最后叫你一声四丫头 以后该叫五嫂了 你的名字入了玄家的宗谱 往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 我是玄天哥 你是玄凤氏 一笔写不出两个玄字 以后就都好好的 过去大家年龄小不懂事 现在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都长大了 他说着说着 就有些哽咽 但还是强忍着心酸道 为了这所谓的成长 我们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也走了太多的弯路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其实 我还是希望 那些人们都还能存在的 到底是忍不住眼泪 玄天哥往脸上抹了一把 今天他涂了 阿恒送的什么防水睫毛膏 据说流泪 也能先漂亮 不会让脸糊掉 他放心地又抹了一把 然后再道 五嫂 九嫂 还有响容 你们知道吗 我刚去鼓鼠的时候 特别想家 特别想大顺 想你们 然后我就在不停地想着 这么些年经历过的事 我甚至几次 多想起凤辰鱼和凤锦渊 说实在的 我挺遗憾凤锦渊死掉 他不死 凤家就算再落魄 也还是在的 他死了 你们就没有家了 五嫂九嫂嫁入夫家 却是苦了响容 啥响容 我听说了云飞娘娘 聚集安俊提亲的事 你怎么不答应啊 响容就提不得这个 一提就想哭 可自从上次重病醒来 他倒也认真地想了 与玄天华之间的事情 想来想去 却觉得 曾经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黄粱一梦 那个人始终是飘渺之先 他握不住 也抓不着 于是忍住心酸苦笑开来 他告诉玄天哥 那是我儿时的一番执着 如今再想想 却是我太自私 他那样的人 一如话中之先 本不该染这凡尘俗事 却因为我的执着 而险些 把他拉入这轮回之中 信而及时悬崖勒马 否则 我怕是更要害惨了他 以前我总想不明白 总钻牛脚尖 甚至每次面对他的时候 都难过得快要死掉 觉得自己那么那么爱一个人 却与他之间有那样大的距离 可能忠我一生都求不得 每当想到这些 就特别特别难过 可是现在不会了 想容长叹了一声 也觉着玄天哥的样子 往脸上抹了一把 然后带着笑意说 我现在只想看到他痊愈归来 然后他是他我是我 一切回到从前 再不要有任何交集 他还做他的神仙 我还是凤家的一个小小树女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曾经的执念和情感 付出过 不后悔 今后留在心底 只一个小小角落 就不枉此生 他一边说 一边看向皇子席 那边 似皇子玄天翼 正向他看过来 二人目光碰撞 玄天翼端起酒杯 冲着他比划了一下 想容笑了起来 又转回头说 还真是有比我傻的人 我有执念 他也有 只是我放下了 他却放不下 他不再说 只看着身边姐妹淡淡地笑 那笑中藏了太多苦楚 却也透着一丝明朗 凤玉恒很高兴 他能感觉到 这个妹妹 已经一步一步地 从年少时的执念中 走了出来 再过不久 雨过天晴 就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宫宴进行了三个多时辰 已经挺久的了 可现场气氛 却一点都没有低落下来 甚至还掀起了几番高 吵 还有人已经举着酒杯 去见天武帝敬酒了 老皇帝今儿也没少喝 但凡有人来尽 他都来者不拒 这么多年了 好不容易晃悠在眼前的 都是看得顺眼的人 他高兴 皇帝高兴 那自然就有话要说 现场歌廷无止 但听天武帝倾壳 扬着洪亮 又有着几分亢奋的嗓音 冲着下方道 你们都听着 朕不日就要将这皇位 传给老六了 在这先跟你们知会一声 以后 你们要好好帮衬着他 不可以欺负他 不要以为朕 不管这个天下 你们就能造反 更不要以为老六好欺负 就搞小动作 告诉你们 朕不管到了什么地方 这双眼睛 可都在乾坤殿里盯着你们的 一个个的 都小心着点 尽量差评很多 尽量他很啰嗦 但当完结的脚步日渐临近 我依然想说 很舍不得 传说西方 一场宫宴接近欢 可惜 玄天歌到底还是没能等到 姐妹几人的婚礼 在宫宴结束后的第十日 离开了京城 回古蜀去 古蜀的地后同时出游 不可能逗留太久的 临走时 他动用婚前留在文轩王府的私物 为封天玉 任西风 还有白芙蓉 提前送了天庄之礼 还另外 留出了一份给享荣 姐妹几人哭了一场 一起把玄天歌送出去 好远才回到京城 玄天歌回来又走 也让天舞弟心里特别难受 这个侄女 他从小就宠着 以前根本也没想过 把他远嫁 没想到最后 竟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他更心疼自己的弟弟 文轩王玄谋 就这么一个独女 嫁出去之后 王府里冷冷清清的 夫妻两人这下半辈子 可怎么过呀 好在大皇子玄天祺比较贴心 自从那影集 被凤宇恒治好之后 这几年下来 府中已经有了五个孩子 真可谓是子嗣兴旺 他看出父皇心疼弟弟 于是便让府中妻妾 经常带着孩子们 到文轩王府去做客 孩子多一闹腾 文轩王夫妇 就也顾不得悲春伤秋 日子又像从前一般 热热闹闹地过了起来 很快的 风天玉大婚 虽然丞相府家的是女儿 但因为女婿是自愿到插门入户 所以这婚事 就还办在丞相府里 相当于娶了的姑爷 相府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 因为大小姐不用离家 老爷和夫人 也就不用又担心又思念的 姑爷上门 相当于老爷夫人 又多了个儿子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 谁家的女儿 能有这样的福气呢 再好人家的女儿出了嫁 那也是要事后公婆的 保不齐姑爷 再给找几个小妾 还要整日的内宅香豆 将来更是要为子嗣操心 可是这些 他们家大小姐统统 都不用理了 真好 风天玉也觉得真好 悄悄地跟凤与恒说 最看重的 就是不用离开家这一点 李坤真是投我所好 凤与恒听得直笑 他说 你呀 就是嘴硬 如果心里没有人家 任凭他如何顺你 心意你也是不会嫁的 风天玉名嘴笑起 不再反驳 凤与恒送了大礼天庄 连成香鹤夫人 都前来表达谢意 同时也按理惊叹 玉王妃真是太有钱了 但再有钱 也有不过大皇子玄天启 凤与恒跟玄天明 打算离京的消息不劲走 传到了大皇子耳朵里 他很心疼这个九弟 虽然不是一个母亲 肚子里爬出来的 但他是天舞帝最大的儿子 玄天明是最小的儿子 他还记得 自己已经长得很大了 这个九弟才出生 小小肉肉的特别可爱 眉毛中间 还长着一朵紫色的莲花 很是让他惊叹不已 他打那个时候起 就疼爱玄天明 一直到长大 听说这夫妇二人 想要离开京城 大皇子总觉得 这些年也没帮上九弟什么忙 自己还成了弟妹 那么大一个人情 锦王府那么些孩子 可以说 都是凤宇恒赐予的 现在他们夫妇想要离开了 他就想 自己怎么着 也得表示表示 于是 大皇子往御王府 去送上了自己的一点小心翼 结果这小心翼 让玄天明凤宇恒二人看得炸蛇 玄天明说 大哥 你这小心翼 都够买下宗随了 大皇子搓搓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你别嫌弃 大哥也没别的本事 就是会赚些钱 我想着 你们人在外头 手头可不能没有钱花 而且给别的也不方便带着 倒不如多送些银票 走到哪都能带到 你们放心 这银票是自家钱庄的 大哥自己的钱庄 天下通对 不管你们走到哪 只要是这块大路上的版图 就都有大哥的钱庄在 凤宇恒乍舌 大皇子出手 实在是太阔绰 放眼天下 怕是大顺的皇宫里 都没有这么多钱 偏偏大皇子还觉得有点拿不出手 一个劲地问他们 够不够不 不够大哥还有 哎 其实也用不着拿银票这样麻烦的 大哥明儿就吩咐下去 只要九弟和弟妹去了 所有钱庄无序银票随你们取用 不用不用 凤宇恒连连摆手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的 自己手里的足够了 大皇子非非笑了两声 再看了玄天明一眼 说 钱还是要用的 等你到了明儿带你去的地方 你就知道了 真的很需要钱的 玄天明点头 不客气地把银票 塞到了凤宇恒手里 拿着 大哥给的 自家兄弟不用客气 以后 咱们的确需要银子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说完 又对大皇子道 多谢大哥 我们走了以后 还望大哥多帮衬帮衬六个 护好咱们玄家的天下 大皇子郑重地点头 老九你放心 大哥别的不成 但保证国库充盈 还是没问题的 兄弟二人不再客气 大皇子又留了一会儿 便告辞离去 过后 玄天明对凤宇恒说 其实大顺国库 一直以来都没什么钱 父皇上位之前 大顺接连进了几场战事 把国库都掏空了 就是父皇上位之后 也数次清征 再加上有冬灾和旱老 国库的银子 一笔笔之出去 收回去很少 很多地方因为灾害 要减免负税 父皇心软 总是希望百姓能过得好些 就算是好地方的负税 也都低到不能再低 所以 打从大哥开始从商 基本上每年都要往国库 存放一笔银子 以供国家开销 这二十来年大顺花的 其实都是大哥的钱 凤宇恒不得不佩服大皇子了 会赚钱是一回事 可是甘愿掏出来给国家花 那就又是另一回事 说起来 玄家的孩子 除去一个八皇子 其他的 真的都是好狼 而那八皇子 据玄天明和玄天华以前讲过 小时候也是好的 甚至还会把自己的好吃的 偷偷塞给玄天明 就因为他是哥哥 玄天明是弟弟 他觉得 有好的东西 就该先给弟弟吃 可是后来 那原非心中总有不甘 好好的一个儿子 在他的调教下 就变成了后来那般模样 他不再去想那些 只问玄天明 是在等那甲的八皇子 找上门来吗 玄天明点头 让他自己来找吧 左右也快了 等一切都处理好 咱们就离开 哼哼 有一个好地方 一直在等着我们 你去了就知道 凤玉恒眼口轻笑 好地方吗 可是刚才大哥说 那里很费银子 费银子的 怎么会是好地方 你知道的 我是个财民 他宠溺地将小妻子 揽在怀中 哈哈大笑 费银子 也得看费得值不值 那些银子花出去之后 若是能看到成效 花得就不冤枉 哼哼 那个地方 你一定会喜欢 他也笑着 虽不知玄天明说的 那个地方 到底在哪里 可却也不问 因为他能感觉得到 那是他夫君的一个骄傲 是他夫君 想要给他的一个惊喜 而且 尤记得那年他 玄天明 玄天华三人 在淳王府围坐对影 说起西边 有一处极好的地方 他一直在想 那到底是何处 却终不得其解 如今想想 有个念头 总在心底跃跃欲试 西方有国孤末 三方附属先后作乱 却唯有孤末 始终没有动静 而大顺皇室这几年 似乎也从来没有考虑 提及过防备孤末之类的事 他也曾疑惑过 却终究忍住 没有多问 可现在却总觉得 那孤末是一方神秘之处 难不成 他们所说的西方 就是在那里 封天玉大婚之后 就迎来了白芙蓉和白泽的婚事 婚礼办在京都 白泽的新宅 是凤与恒这边早就备下的 白巧匠也从基安郡赶了回来 能看得出 老匠人对这桩婚事十分满意 特别是听说白泽以后 不跟着玄天明走 就留在京都 就更是高兴了 有玉王府撑场面 这场婚事也办得风风光光 白芙蓉所带的全套首饰 都是白巧将这些年特地位女儿背下的 一亮相 四方惊叹 凤与恒说 这是芙蓉最好的嫁妆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玉王妃 丞相府嫡妞 以及未来大顺的皇后娘娘 亲自送的天庄礼 嫁妆箱子 也是抬了二里路 十分壮观 白芙蓉出嫁三日后 凤与恒离京 一个人 带着望穿黄泉 还有已经归队的搬走 中奔西走 做了很多事 照顾了很多人 可却唯独对这个亲弟弟 总是难免疏漏 在路上 她跟望穿黄泉说 我是个不称职的姐姐 这些年下来 陪子芮的时间太少了 望穿则劝她 那些年小姐身边总是不安生 您少见子芮少爷 也是为了她好 是对她的一种保护 可我终究还是没能护得好她 那孩子吃了不少苦 每次我一看到她断掉的小指 心里就一咎一咎的疼 她不再说 你在车厢里微微闭目 这些年过往之事 就像前世的电影般 在脑中回放 时而狠厉 时而欢笑 倒也精彩 萧州到时 大顺初夏 云露书院所有的学子 都到郊外去踏青 她在城里住了两天两夜 子芮这才开心回来 苗氏一直住在这边照顾子芮 还有那个小丫头英草 苗氏悄悄地跟凤雨恒说 英草这丫头 从前与我接触 总是有些小心翼翼 打从有一日听说宗随末了 端木安国也被抓了住 好像就松了口气 整个人开心起来 面对我的时候 也更加坦然 莫 凤雨恒心中有数 她早知英草有问题 可看那孩子本性不坏 年纪又小 还能跟子芮玩到一起去 这才大胆地把人留了下来 好在如今雨过天晴 一切都还好好的 她谢过苗氏这么多年 对子芮的照顾 苗氏却笑她一家人说两家话 姚家从来都拿她当亲孙女的 从来也没因为一个外字 而刻意生分 这些事情 都是长辈应该做的 只是很遗憾 姚显去的早 没能再多想几年天伦之乐 夜里 凤雨恒跟子芮坐在院中 子芮十三岁了 偏偏少年郎已经长成 眉宇间承袭了凤景元 和姚氏所有的外貌优点 十分俊朗 凤雨恒说 我的弟弟 没想到是个小帅哥呢 子芮听不明白 什么叫帅哥 但也知姐姐是在夸她长得好看 于是笑着道 那是因为随了姐姐 姐姐好看 子芮才好看 胡说 她伸手去点子芮的头 长相都是随爹娘的 哪里能随得着姐姐 子芮长大了 可还是没有姐姐高 你再等我两年 带到子芮吉吉 一定会超过姐姐的 她说着 也微微叹息 姐姐 以后你要去哪里 我知道你不想住在京城了 可是这些年 我都少见姐姐 现在你要走 能不能带着我一起 少年的目光中带着期盼 她告诉凤雨恒 书院的课程我已经全都学会了 先生说我的进度比正常的学子 最少能提早了两年 如果要参加科考 现在的学士足矣 而且 我若去科考 成就不会比当年的父亲差 先生还说 她已经没有再多的东西交给我 我若想 学到更多的东西 应该跟着姐姐 她说 姐姐是个传奇的女子 这世间独一无二 听着子芮转述帝师叶蓉的话 凤雨恒几番感慨又起 她曾经通过子芮 给帝师带了不少东西去 都是后世的执笔之物 叶蓉曾给过她一封亲笔回信 信是用钢笔写的 还不是很熟练 但笔封大雅 着实难得 信中 叶蓉对这些东西 表达出极度的好奇 也大赞凤雨恒是大将之风 世间难寻 她思量着子芮的话 半晌 开口问道 姐姐记得你以前喜欢看兵书 总让着长大了 要跟着你姐夫上阵杀敌 现在可还这样想 是想提着刀枪上战场 还是想要入朝为官 子芮很认真的 把这个问题又思考了一遍 然后告诉凤雨恒 姐姐 我曾经想过很多次在沙战争战 然后立下大军功 让姐姐能够以我为荣 可是后来就不再这样想了 姐姐 子芮很没出息 子芮不再想上战场 也不想入朝为官 倒是很怀念从前在西平村的日子 虽然很苦很穷 虽然也会有坏人为难我们 但那里的人 却依然比京中要质朴得多 咱们当年离开京城时 子芮还太小 并不记得多少在凤府的好日子 可西平村三个记忆却一直都在 每每回想 都会引发无限的思念 姐姐 咱们还会再回去吗 凤雨恒看着自己的弟弟 笑了起来 她告诉她 会 只要你想 姐姐就带你回去 她说话算话 在萧州逗留十日 子芮从书院退学出来 苗氏带着樱草回了京城 凤子芮则跟着她的姐姐 一路向西 他们要回到西平村去 回到那里 去过平静的生活 也回到那里 去等着玄天明前来会合 马车西行时 凤雨恒告诉她 我们还要 往北界去一趟 去送联王殿下回家 然后 你姐夫会带着我们一起 去一个很好的地方 她说 那里是世外桃源 是一个只看一眼就能爱上之处 子芮有没有很期待 少年点头 期待 只要有姐姐和姐夫在的地方 子芮都期待 可是你苦学术仔 却无以致用 可有遗憾 不遗憾 先生说了 学问和本事 并不一定要用到战场和朝堂上 他们会伴我一生 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车西行 搬走赶车 黄泉时不时地地一瓶水出去 再时不时地地两块点心 水是凤雨恒 从空间里拿出的矿泉水 点心也是从空间里 拿出来的巧克力派 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却谁都不问凤雨恒 为何总能从袖子里 变出东西来 子芮笑嘻嘻地跟黄泉说 我的姐姐是仙女 那我就是仙女的弟弟 黄泉姐姐 你说以后我会不会 也突然就有仙术了 黄泉道 那要照你这么分析 我也算是仙臂 小小法术应该也有的吧 望川却道 有仙术也没想象的那般好 有多大的能力 就要负起多大的责任 这么些年小姐吃过的苦 难道还不够吗 我倒是宁愿小姐平平常常 咱们就过普通日子 无名无力 都比整日提心吊胆 勾心斗脚强 她说着又问凤宇恒 小姐 殿下多久能到西北 去与我们会合 凤宇恒想了想说 金钟市还要一个多月吧 咱们快点赶路 还能在那头筑上月鱼 也让你们看看 我当初生活过的地方 子芮抢着说 那地方有好多大山 四面全是山 整个西平村 就是在山窝窝里的 姐姐以前总会上山去采蘑菇 还会挖野菜 就是因为她会找那些吃的 我跟娘亲才没有被饿死 少年兴奋地说着以前的事 可是那些事 对于凤宇恒来说 却只能从原主的记忆里去搜寻 她望向窗外 思绪悠悠 也不知真正的凤宇恒 在南界如何 可又对着姚氏的坟墓哭泣 又是如何面对凤锦元的坟墓呢 京城里 随着凤宇恒的离去 气氛似乎很快就转了 甲巴皇子的势力 开始逐步清晰 民间有被其鼓动的力量 再一点点地向着京城靠近 三五不时地 还会在城门外发生冲突 以至于往来百姓 都尽可能地减少出行 以免惹祸上车 皇宫中 厉贵人处 也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左儿在一个深夜里 跑到乾坤殿 跪在外头大声地道 殿下快去看看吧 贵人怕是不好了 孙让今得赶紧去里头禀报 不管厉贵人多作死 他到底是六殿下的亲娘 玄天风在睡梦中惊醒 出了一身的冷汗 迅速穿衣 带着孙让跟着左儿 直奔进司宫而去 到时 厉贵人正躺在床榻上 有血一股子一股子地 从嘴里往外冒 吓得寝内吓人 都跪在地上 不敢吱声 他一忙前忙后 却无论如何 也止不住血 玄天风瞅着那血 隐隐发黑 似中毒的迹象 不由勃然大怒 你们就是这样 事后主子的 左儿跪到地上哭着道 殿下 都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没照顾好贵人 贵人近日 喜欢看些杂书 奴婢原本没太在意 可是 自从那两位道士入了宫 贵人就提出 让他们提供丹药 还说是书上说的 道士都会练一种 可以长生不老的金丹 两位道士并不会练 每日只与贵人 讲些道经义事 可贵人却并不满足于此 他偷了道士随身带着的丹药 一连吃了好几颗 才不过一个死神人就不行了 说话间 那两个一直站在外间的 道士也开了口 其中一位说 那是咱们吃用的金丹 道家人自有道家人的吃法 并非像贵人那样生吞的 也都怪贫道 没有收到随身之物 让贵人误服 贫道领罪 可这又跟人家道士 有什么关系呢 左耳都说了 是利贵人偷的 玄天风深吸一口 他不是糊涂的人 做不出随意降罪的事 只是那床榻上躺着的人 到底是他的母亲 那一口口血涂的他的心 也跟着一颤一颤 于是赶紧吩咐孙让 去请百草堂的大夫 快去 宫中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 利贵人这一辈子 也没能在这座皇宫里 有多少存在感 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天武帝也来了 他本来是跟云飞 和张远在熬夜斗地主 听说了这个事只探到 到底是芬儿的母亲 正去看看 可惜 他到时 利贵人已经认不得人了 只是拉着天武帝的手 紧紧的 怎么也不肯放开 目光中带着对生的祈求 也有对死亡的恐惧 天武帝重叹 对他说 你现在知道活着好了 那之前干什么来着 芬儿这孩子够难了 你若能好好的 他该有多高兴 为人母的 怎么不能为了儿子 多考虑一些 你总想着自己在宫中 能得到什么样的地位 可纵使这一整座后宫 都给你 又能如何 朕要让位了 你已经无人可斗 难不成要去为难 你的儿媳妇 那是傻婆婆才会干的事 罢了罢了 这辈子是朕对不起你 你放手吧 若有来世 希望你能活得比今生明白 也比今生自在 就脱生在一个平常人家 远离宫廷皇室 好好地走完一世人生 他的话说完 利贵人的眼睛终于闭上 他今生的路终于走完 纵有再多不干和不舍 生命到底还是终结在这个夜晚 终结在他自己的手里 百草堂的大夫 没来得及做最后的抢救 可他们也说了 这毒水也就不了 除非欲王妃在 可惜 凤玉恒此时 已经在去往西北村的路上 宫里发生了什么 他都不知道了 玄天锋仰天而叹 天武帝拍了拍他的肩 开口吩咐吓人 后葬 以太后之尊入玄家皇陵 这话一出 玄天锋的眼泪再止不住 哗哗地流 大顺 天武二十七年 盛夏 厉贵人 莫 接凤印 母仪天下 生前不能想帝王恩宠 身后忠得太后之尊 厉贵人离世 嗜好 哀 哀太后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 三日停灵 五日落葬 在九日后 天武帝宣布 传为六皇子玄天锋 视为天文帝 天文元年 哀太后离世百日之后 新皇尊礼记中约定的六礼 之序 经纳采 问明 纳吉 纳征 告七 向平南将军正式下聘 迎娶将军敌女人西风 立为皇后 不同的是 皇家的大婚仪式 没有六礼最后的轻盈 一说 因为皇帝虽可派彩礼 却绝不能亲自上门迎亲 于是就由皇后的娘家人 隆重地把女儿送上门 从德阳门而入 惊天赐门 过五门 走长阳大道 直至乾坤大殿 侧后大殿在乾坤殿举行 十分隆重 太上皇与皇太后清临 接受帝后扣拜 随后 帝后邪后 举过头顶 已是自此母仪天下 新皇当众宣招 此生指得中宫义人 不设其他妃嫔之位 任何上奏请立妃者 皆以叛国论处 新皇登基 大设天下 四海之内皆是一片欢呼 文人雅士更觉看到了希望 大顺终于有一位 以文为尊的皇帝 这是读书人的骄傲 彼时 凤玉恒正带着子瑞 在西平村西面的深山里采蘑菇 初入冬 西北天寒 雪下的早 蘑菇虽然也有 但却不多 凤玉恒用空间里 他的羽绒 扶给子瑞望穿黄泉 还有搬走 都一人改一件 他的手艺不好 求了西平村里 一位老裁缝帮忙 过后要给银子 老裁缝说什么也不要 只说 从前姚氏 带着他们姐弟二人 在这边生活时 也曾找过他 帮忙剪裁衣裳 可他那时候 害怕县里的人 会因此找麻烦 并没有答应 毕竟姚氏三人被送来时 县里可是说过 这是金钟弃妇 被丞相府赶下堂 送到村里来 自生自灭的 村子里的人 没有什么见识 胆子也小 虽说也都同情姚氏母女三人 可到底还是被县里 官差给胡弄住了 所以很少有人 敢跟他们交好 老裁缝每每想起 当年的事 都觉心中愧疚 不停地跟凤玉恒说 都怪我胆子小 你们当初那样可怜 我却因为害怕县里找麻烦 连缝建衣裳都不敢 害得你们一个冬天 都没有见像样的衣裳 小少爷还病了几场 如今我为你们做点事 哪里还能再收银子 换我自己心安都不急呢 可凤玉恒怎么能 让他白白做工 说起来 当初人家不肯帮忙 那也是形势所逼 跟这些百姓 哪里有半点关系 要说真要恨 他也只恨那王叔 跟夫妇二人 为了钱财害死了原主 杀人偿命 这笔账早在很多年前 玄天明就已经 帮他给算了 毕竟当初深山里头 发生的事 玄天明也是眼瞅瞅 看着了他 自家媳妇受了欺负 就冲他那个 有仇必报的性子 怎么能轻饶 紫瑞把衣裳领子 往下扯了扯 开心地说 姐姐变出来的这些衣裳 不但暖和 而且还特别轻巧 虽然样子有些奇怪 但并不难看 真不错 一边说着 又抬手指着一棵树上 长出的彩色蘑菇道 以前我不懂 但现在我知道了 颜色鲜艳的 都是毒蘑菇 是入不了口的 姐姐 我说得对吗 凤玉恒点头 没错 不只是蘑菇 这天下很多道理 都是一样的 切不可以貌取人 以表官物 很多时候 越是长相艳美者 越是心如毒蝎 反而样貌平平 才好相处 就像从前的大姐姐吗 紫瑞叹了气道 如果大姐姐和她的母亲 不那样坏 我们凤家还是很和睦的 当初的事 也不能全怪她的母亲 凤玉恒说了句公道话 你以前太小 有些道理怕你不懂 便也从不多说 现在你长大了 紫瑞 姐姐问你 如果一名女子 与你青梅竹马 为了你的科考 公民散尽家财相助 还自愿留在老家 照顾你的母亲 你是你考取了公民之后 却为了自己的仕途 求取了另外的女子 你说 这对那位青梅竹马公平吗 紫瑞摇头 何止不公平 简直是该天杀 沈氏就是那位青梅竹马 他告诉紫瑞 我们的父亲 就是那位上京 赶考中了状元的公子 他为了在京城 能够站得住脚跟 向姚家提亲 娶了我们的母亲为正事 那位留在老家 被照顾的老太太 就是凤府的祖母 你说 这事情 若是站在沈氏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他的所作所为 就也没有那么可恨了 紫瑞深吸了一口气 这些事情 从前他也知道一些 但却从来没有换到 沈氏的角度上去 考虑过问题 眼下姐姐一说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世间之事 真的不能单单只看一面 每件事情都有多个冷面 站在不面的 冷面那一侧 就能看出不同的道理来 那么 姐姐 我们不该恨沈氏吗 他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情有可原的吗 还是说 是我们的母亲不对 抢了他的青梅竹马 凤宇恒摇摇头 不是 该恨还是要恨的 因为他有错 他错在 不该把自己的痛苦 加附在别人的身上 也不该放任自己的情绪 去谋害他人 他纵然可怜 但那么些年的所作所为 也将那点子 可怜给磨得烟消云散了 而我们的母亲 他自幼生活在京城 他只知凤锦元是状元郎 又怎知 老家还有一个 等他多年的女子 说起来 最该憎恨的那个人 是凤锦元才对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所以说 善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 我们也不该再在心中存在恨意 对吗 子芮道 先生说 宽恕是最大的美德 姐姐 是这样吗 是 他很高兴 子芮有拜入帝师叶蓉门下 叶蓉对子芮的教导 没有一丝偏差 把这个孩子内心所有的美好 全部都激发了出来 姐弟二人拉着手 继续往山里走 望川一路跟着 提到 听村民们说 山里总会有野猪 最好能让咱们遇上 裂上一头 回去也能给乡亲们分上一分 这大冬天的 热乎乎炖上一锅杀猪菜 吃起来一定特别过瘾 正说着 就觉身后有动静传来 是有人快速上山 正朝着他们所在之处奔过来 那速度快的 就像离弦的剑 几席间就到了三人跟前 望川笑着道 我就知道 一定是你欺负般走被你上山 不然就你那糊弄人的轻功 怎也不会这样快的 来人自视黄泉和搬走 听望川取笑他 黄泉不干了 伸手就去挠望川的养 二人笑作一团 而这边 搬走则对凤与恒道 经理传来消息 皇上与人家小姐大婚了 大赦天下 县里牢房 放了许多人出来 人人都冲着京城的方向跪拜 感谢皇上赦免之恩 凤与恒一愣 只觉岁月匆匆 好像才回西平村没多久十日 六皇子跟任熙峰 都已经成了亲 现在 任熙峰是皇后了 他笑了起来 真好 人人都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 真好 新皇后的一职也搬了下来 如今大顺的女子 都可以跟男子一样 六岁开始就入学堂 女子的一生 再不用只为着 琴棋书画和女工度过 咱们可以跟男人一样 上学 做工 再也不用像从前那般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这个消息倒是让凤与恒 十分感兴趣 他曾经给任熙峰 讲过一些后世的事情 当然不能明说 只是告诉他 女子的一生 并非只有身宅内院 他们也是可以跟男人一样 工作学习 把女子关在家门不出 那时陋习 早晚有一天 会被这世界淘汰掉 如果有药能 他希望早一天 病除这种陋习 让天下女子 都能够过上 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日子 没想到任熙峰 居然记了下来 这真是让他万分惊喜 他问黄泉 除了这些 还有别的吗 有 黄泉笑戏地道 女子也可以参加科考 可以入工作女官 在试题上 与男子没有任何两样 只要能够能过科考 从相识到电视 成绩优异者 甚至可以当丞相 总之 现在大顺的女子 跟男子再没有什么区别 什么都是平等的 哦对了 还有什么 产嫁 皇后娘娘说了 若女子出门做工 怀孕生子 就要享受产嫁 在休产嫁期间 东家依然要照付工钱 凤与恒听着 觉得任熙峰做皇后 实在是大顺之心 那本就不是一样 只局限深宅内院的女子 她大气又洒脱 做事果断 很能接受新生事物 如今入主中宫 第一道意志送下 就让这天下产生这般变化 着实令人振奋 正琢磨着打头野猪带下山去 却在这时 凤与恒只觉耳侧有微风掠起 似有体积庞大之物 从林间掠过 速度极快 甚至快过刚刚 背着黄泉上山的搬走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瞬间来袭 因为要找野猪 所以上山的几人是分开行走的 虽然离得都不远 都在视线范围之内 可那物来势之快 竟是不容她再多想半分 只觉头顶一片黑云压来 随之而起的 是一声野兽咆哮 凤与恒在最后关头抬头看去 扑面而来的 竟是一只巨大的黑熊 兄弟同心 奇力断惊 山里有熊他知道 但万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大的熊 这熊木侧身长超过四米 扑过来时 就像是一堵墙 原本这玩意对凤与恒来说 并没有任何危险 因为他可以随时随地 进入到空间里躲避 可偏偏这熊来得太快 快到让他都不急眨眼 他右手提着一篮子蘑菇 才把蘑菇扔到地上 手还不急 伸到左边的袖子里 黑熊就已经扑了过来 将他的两只手臂给分了开 他脑子嗡的一声响 绝望轰然而过 就准备拼手肉搏为生命 做最后的争取 却在这时 就听一个方向 又有一声唬哮传来 游远极近 已经扑到身前的黑熊 猛地一下就被猛虎给撞了开 带着凄厉的嘶吼 狠狠地撞在一棵大树上 那大树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力道 竟从中间拦腰而断 黑熊不甘心 爬起来又要继续进攻 可那半路拦截的老虎 竟也十分勇猛 直奔着黑熊就咬了过去 也就是几夕的功夫 竟一口咬住那黑熊的脖子 再不撤开 黑熊几番挣扎无望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脖子 被老虎咬断 头都掉了下来 很快没了声息 所有人都赶到这边来 搬走立即将凤语横护住 可再定情一瞧 嘿 那老虎不是他们养的小白吗 搬走上前 在小白的脑袋上 用力揉了好几下 依然心有余悸 不停地念叨着 小白小白 多亏有你 不然可就出大事了 一边说 一边给小白擦那一嘴的血 小白晃悠着大脑袋 很是不瞒地朝班走翻了个白眼 那意思就是 像在说 让你们保护个人都保护不好 还得虎爷我出马吧 然后夺不到凤语横根本 大脑袋往他身上不停地蹭啊蹭 一脸的不满 凤语横也松了口气 一把搂住小白的脖子 感激地道 小白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刚刚可真是 把我给吓坏了 还好有你 还好有你 不过 他松开老虎脖子 认真地向小白看去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把你留在王府里的呀 不是让你等着跟玄天明一起来 小白闷哼一声 还等 再等他 就要憋死了 他可是老虎 谁听说 老虎是养在家宅里当宠物的 那些个白痴吓人 居然把他当大猫来溜 还总摸他的下巴 他是老虎好不好 可偏偏有的时候 想吓唬吓唬人 好不容易酝酿出一声大吼 结果谁也不怕他 甚至还纷纷叫人过来围观 杂杂胡胡地说 快来看呀 咱们小白会像老虎一样地叫了 猫可忍虎不可忍啊 他再也受不了了 于是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一口咬断了铁笼子 呼呼地跑了出来 直奔西北 寻找他最喜欢的女主人 还好他来了 小白想 特么的还好他来了 再晚一步 女主人就要被熊吃了 这群该死的笨蛋啊 连主子都保护不好 还得他小白出马不适 依他看 不如把这些个废物 都给吃了算了 以后女主人有他 他一定能护得稳稳的 比谁都强 凤语恒好笑地 看着小白的表情变化 似乎能猜出 这颇通人性的 胡此刻心理活动 他开口赞 我们小白最厉害 比他们都强 既然来了 那以后就陪在我身边吧 不管走到哪里 我都会带着你 再也不会把我们小白 给扔下了 小白满意地点点头 大脑袋 又往凤语恒身上蹭了去 还挑衅地瞪了一眼搬走 气得搬走 只想跟他打架 本来想打野猪的 可是现在有熊了 也算是意外收获 下山时 在黑熊是由小白驼下去的 毕竟那玩意太大太沉了 人类驾驭不了啊 小白下山 背上驼着一只断了头的黑熊 吓得西平村的人纷纷退后 谁也不敢上前 再看凤语恒的眼神 就跟看怪物一样 我弟的乖乖 以前只听说这位凤家的二小姐 回京之后变得很厉害 后来还当上了御王妃 还跟着九皇子一起上战场 本来还觉得 是传闻有些夸张 谁听说过女子上战场的 可眼下瞧见这番景象 人们信了 感情传闻都是真的啊 御王妃实在彪悍 黑熊下山 由村子里的伙夫进行分割 熊太大 每家都能分到一大块肉 熊掌则由凤语横流了下来 他们几人吃了一只 给小白吃了一只 剩下的两只放到空间保存起来 留着以后给玄天明 夜深人静 他侧坐在小白的背上 有小白驮着他 在这村子里散步 抬头看着星空 月朗星熙 跟他刚刚来到 这世界的那天很像 那日虽然打了雷 可却并没有下雨 天也放晴 雷就像从天外而来 毫无征兆地 就披在了乱葬岗中 披醒了他这个后世的灵魂 凤语横揉揉小白的头 你难开口 就快了 再过几月 他也要来了 此季 京城 甲巴皇子的势力 终于逼到了城门口 都有大顺的将士守着 以保敌军入京时 百姓不会受到波及 皇宫中 天文帝却正在 跟玉王玄天明下棋 就好像城外的大军 根本不存在一样 半分危机感都看不出来 孙让在边上侍候着 时不时地给绪上茶 那茶室凤语横给的 茶香四溢 香了这一整座乾坤殿 一子落下 天文帝道 听说玉王府里的那只老虎跑了 你说 他会跑去哪里 玉王倾笑 还能去哪 那老虎一门心思地 想着他家女主人 横横一走 他连饭都吃得少 原先一顿得吃二十斤肉 后来就只咽得下去十八斤了 虎毒通人性 更别说是人了 近日皇后总是念叨帝妹 说大顺女子 能有今日的变化和造化 都是帝妹的功劳 玉王摆摆手 皇兄墨要把他说得太好 那丫头可是一点谦虚之心都没有 到时候跟你要赏赐 班空一整个国库 都不带手软的 天文帝听罢哈哈大笑 帝妹若要这国库 给他又如何 玄天明抬头看他 六个厚爱 我替那子谢过 在我心里 他跟亲妹妹 是一样的 天文帝起身 面上退去兄弟清河 转身朝着德阳门的方向看去 伸手一指 我们的敌人 已经到了 是啊 玄天明也站起身 敌军来犯 我们虽做好了完美部署 但终究还是 不愿让他们攻进城来 搅了我们的家园 那就出城去打 这一次 六个与你一起 保护我们的家园 把最后的敌人彻底埋葬 好 兄弟同心 奇力断惊 天文帝邪狱王出征 德阳门外 锦王玄天齐 元王玄天灵 恢复王位的平王玄天翼 离王玄天眼 全部整装而待 这一次 玄家所有狼共同迎敌 护着一片大好山河 稳着一座微微江山 这一场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 玄家狼指 用了三个时辰 就将那假八皇子拿下 天文帝元年十一月 民间莫名而出的假八皇子 被顺利清剿 天文帝昭告天下 此乃前宗随于涅索假扮 并将一张人皮面具撕下来 悬于京城东城门处 以警示人 三日后 玄王玄天明 带着天武帝与云飞离开京城 乘坐玄王府气派 又奢华的公车 一路向西 出城时 天文帝邪黄黄 以及一众兄弟相送 封天玉和李坤也来了 还有白泽与白芙荣 白泽跪在地上恭送主子 只一哨时从训练营里 出来到了京城 第一眼看到的人 就是玄天明 自那时起他就知道 这一生都将因为这个人而活 他存在的意义 就是保护这个人的性命 他曾经以为 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亲取亲 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跟自家主子分开 可是一转眼 匆匆几年 他身边有了爱妻 爱妻的肚子里 还有了孩儿 他以为根本不可能分开的人 马上就要说再见了 他仰起头 看着公车边上站着的玄天明 堂堂男儿 眼泪哗哗的流 玄天明就没看他 哭什么 又不是一辈子不见了 本王总还是会回来省清 你得留在经里 替本王守住家业 白泽用力地点头 却还是说不出话 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不停地往地上磕头 脑袋都磕出一个大包来 玄天明对白芙蓉说 快把他扶起来 都为人夫了 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白泽起身 一把一把地抹眼泪 总想把眼泪擦干 可是干了再流 流了再擦 就好像是一个死循环 见他实在是说不出话来 白芙蓉没办法 只得上前一步 替白泽开了口 他说 说起过这么些年 伴在殿下身边 本来是想要办一辈子的 却没想到这么快就分开 殿下 谢谢你能成全我们的亲事 也谢谢你这么多年 对我夫君的照顾 殿下放心 不管跟不跟在身边 他永远都是殿下的亲卫 我永远都是阿恒的至交 殿下 经里有我们 万事皆安 还有 请殿下转告阿恒 有身孕了 谢谢他临走前 给我留下掉方子 本以为我这身子 很难怀上孩子的 这都是脱了阿恒的福 玄天明挑眉 白泽媳妇怀了小白泽了 他居然今日才知道 于是吩咐跟随而来的周夫人 给他们两口子背礼 本王不在 这些事情 就都叫给周夫人操心了 周夫人赶紧道 殿下放心吧 如今有清玉姑娘 帮衬着 不管是玉王府 还是郡主府那头 都能打点利落 该有的礼节过往不过落下 白泽是咱们自家人 自然不会亏待了 玄天明点点头 不再多留 一转身上了公车 再回过头时 目光投向天文帝 大声道 六个 你知道我去哪里 放心 从今往后 明儿祝你 稳坐大顺江山 送你一方永世和睦 古墨 玄天明带着天武帝和云飞离开 左右相随 跟了二十名安卫 边上还有一辆马车 里头放着的是去了手脚 不阴不扬 不男不女的端木安国 眼瞅着公车越行越远 前来相送的一众人皆 轻轻叹息 万分不舍 回去时 玄再一追在想容身后 时不时地用手扒拉一下他的袖子 微微地叫着 想容无奈 离住脚看他 你这人怎么这样死心眼 玄天一立即反驳 也不知道咱俩谁更死心眼 反正就耗着吧 你得不到他 我得不到你 咱俩就当是个伴 想容被他给气笑了 开口解释 我只是心里有他 却并不是非得得到他 若真是只图得到 当初在鸡安郡时 那轻驶我就不会拒绝了 现在他出了事 我心里放不下 但若有一天他好起来 玄天一 我可以嫁给你 玄天一愣 巨大的喜悦瞬间爆发 但还是努力绷住了 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他 为什么 现在知道找我了 早干什么来着 想容白了他一眼 继续往前走 因为你比较接地气 那个人太缥缈了 还有 玄天一 你牛什么 你不也曾眼瞎 喜欢过步霓裳吗 咱们彼此彼此 谁也别笑话谁 一句话 把个玄天一给堵住了 他跺脚 你嘛 毁不当初啊 这个污点 看来是洗不下去了 他家小师傅还真记仇 八百年前的事 都能给翻出来 身后 天文帝走过来 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四哥 任重道远啊 玄天一服额 妈的 这事儿 还能不能见谅了 玄天明到时 正好大年初一 西平村被挨挨白雪覆盖 远远看去 就好像是童话世界 凤玉恒提前得到消息 知道他们今日会来 特地把那两只熊掌 给取了出来 亲自下锅红烧了 子瑞由班走带着 到村子口去等 远远就看到 公车飞驰而来 乐得直拍手 一众人留在西平村 过了个年 也又兴奋 想想上一次见到经理来人 那还是左相府 来接摇是母女的 没想到 当年连活下去 都十分艰苦的小姑娘 如今竟已是玉王妃 跟先帝叫父皇 还把先帝和王爷 都给拐到了村里 来过年 人们想 真是祖坟冒了青烟 西平村是风水宝地啊 村里的生活安逸平静 玄天明经常会带着子瑞 还有一众暗卫上山去狩猎 小白也会跟在后面 深山里的身兽 从来也没见过这阵势 谁听说 打猎还带老虎的 他们吓得就跑啊 可惜 还是没跑得过 暗卫们的轻功 每每进山 都能打回好多好多猎物 大到山雄 小到山鸡 下山之后 就分给村里的村民们 每家每户都能吃得上野味 他们在西平村 一直逗留到正月十五 过完十五 凤与恒辞别村民 跟着玄天明 去往北界千州 玄天明告诉他 乌黎生在你走之后 就也提前回去了 我派了人护送 也有消息传来 在年前就到了 老王爷的落葬之地 那头有我们的人 给他安排了屋舍 他就在墓边安置下来 他父亲去找了几次 让他回家住 他都没答应 凤与恒叹了声 无奈摇头 要说执念 谁又值得过奈无离生了 为了一次演员之人 静风魔半生 可惜 最终还是没能求得的圆满 从西平村到千州 走了足足三个月 到时 大顺中途已是春暖花开 可千州却依然是茫茫冰原 玄天明把天武帝 和云飞安置在江州 鲁商知道天武帝来了 激动地直流眼泪 抓着天武帝不停地念叨着 老臣想死皇上了 天武帝也是万分感慨 回想当年与这鲁商一起 出入生死战场 好像那岁月就在昨天 可是一眨眼 他们都老了 而孙爷都这么大了 他连皇位都让给老六了 这日子 怎么就过得这样快呢 云飞在凤与恒的治疗下 恢复的已经有几分模样 虽然不可能再像原先那样 四十来岁的人 还跟个小姑娘似的 但看起来也已经很接近实际年龄 再打扮得好一点 也挺显年轻 总归跟天武帝 是再一次拉开了距离 他很得意 鲁商给云飞请安 云飞却没心思听他回忆从前 毕竟那些过去的事 他可没经历过 他现在就关心一件事 赶紧安排好休息的地方 本宫还急着打麻将呢 鲁商原本不明白 什么叫打麻将 可当他看到云飞天武帝张远 以及一名女卫一起坐到了方桌旁 在动手拿出麻将牌时 兴趣就也被勾了起来 于是 张远一边打牌一边交他 交了两圈之后 鲁商已经可以把那女卫换下去 亲自上场了 你们赶紧去张罗饭菜 张罗好了 就端到这头来 鲁商吩咐着吓人 然后又转回身跟天武帝说 咱们就在这牌桌上对付吃一口 我看你也不怎么饿 抓紧打牌要紧 张远听得直翻白眼 知道果然能跟老皇帝 玩到一起去的人都不靠谱啊 他们大老远来的 风尘仆仆 怎么就看出不太饿了 不过天武帝倒是很认同此点 头都没抬 就点了点 说不饿不饿 饭天天都吃 吃了快一辈子了 这麻将才打几日啊 还是打麻将要紧 就连云飞也点头道 没错 随便对付一口面条什么的就行了 赶紧的 酒饼有没有人要 张远一看这架势 得又没顿好饭吃了 他看了眼自己手中的牌 酒饼不要 于是往长城上摸了一把 试个四条 那什么 卢大人 他们不饿我 呃 你能不能先叫人 给我整几点点心颠巴颠吧 天武帝一愣眼 在车上的时候 你都吃了好几块巧克力派了 把我那份都吃了 你怎么还饿 我年轻 爱饿 怎么着 大老远陪你折腾 饭还不管饱啊 谁让你来的 天武帝一瞪眼 让你在宫里老神待着你不干 非得跟来 遭罪也是自找的 那你都走了 我还在宫里干啥啊 我侍候谁啊 侍候老子儿子呗 人家有孙让侍候着 用得着我吗 你咋这么没良心的 说扔就把我扔了呀 谁扔你了 不扔你还不给我饱饭吃啊 眼瞅着这老皇帝 跟小太监又打起来了 鲁商都看得直发猛 这真是太监猛 该不会是老皇帝 在外头的私生子吧 真牛逼啊 此时的玄天明夫妇 已经进了千州境内 留守在这边的将士们 这么些年了 头一次看到九皇子 和御王妃又回了来 一个个激动地直掉眼泪 二人是走一路 跟将士们欢聚一路 凤语恒的福利 也是走一路发放一路 什么茶叶啊 酒啊 巧克力啊 矿泉水啊 一箱一箱地往外搬 可乐坏了驻守千州的将士 终于 公车行到了老王爷的墓前 乌黎生早早就在那里等候 凤语恒瞅着 数月不见的人 竟比在京城时还瘦了许多 不由地劝他 人死不能复生 你得节哀 你的人生并不是只有 风招连一个 你还有家人 还有父亲 若总是这样守在这里 你让你的父亲晚年和安 乌黎生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把凤语恒手里 捧着的骨灰罐子给接了过来 然后贴到脸颊 无声地哭泣 风招连落葬 葬在了他父王母妃的墓边 玄天明这人以乌黎生的名义 刻了墓碑 并亲自为契合墓 封了碑石 凤语恒站在墓前 心中酸楚 眼泪成冰 他告诉风招连 你的仇我帮你报了 你看 他手指着 已经被人压到境前的端木安国 那端木安国 正穿着一身女装 还化了红唇 三肢瘫软地趴在地上 他说 还满意吗 忘了前仇就恨 忘了今世的一切 来生脱生在平平常常的人家 是男儿是女子都好 总之 要快乐地过一生 风招连 谢谢你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你所带来的经验 阿恒这一生都不会忘 风招连 我用端木安国的命来祭你之魂 喝完他的血 就 安息吧 玄天明手起刀落 端木安国的头滚落在地 喷出来的血染红了风招连的墓碑 却很快就干了去 就好像真的被喝掉一样 又露出墓碑原本的模样 凤玉恒把自己的手塞到玄天明的手里 轻轻地说 一切 都结束了 是啊 一切都结束了 风招连落葬 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回到父母身边 千州颠覆 古蜀归降 踪随收复 就连大顺也有了一个稳妥的国君 用心守护着 接下来 该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了 从西北到千州 离开时 马车又往西行 这一次 却是正西方向 景色越走越美 枝崖越形越绿 整整四个月的矫程 从春到夏 又至秋 终于翻过国界山 公车停在了一座 十分气派的城门脚下 凤玉恒站在公车外头 仰头向上看 但见那城门上说二字 孤沫 大结局 他回头问玄天明 你说要来的地方 是孤沫 不过好奇怪 为何城门上写的是国名 不应该是城池的名字吗 公车里头传来天舞帝的哈哈大笑 啊哼啊 这么些年 你就从来没研究过孤沫吗 居然连整个孤沫国 就只有一城的事都不知道 整个孤沫国 就只有一座城 凤玉恒有点发猛 还带这样的 他还真是没研究过呀 偏头向玄天明求证实 但见自家夫君点了点头 没错 就一座城 所以也没有城名 更不分是不是京都 直接就将国名孤沫 上书于此 他伸手指过去 面上带着傲然的笑 他说 横横 这孤沫 是为夫送给你的礼物 是为迎娶你而准备的 最大一份聘礼 凤玉恒迷迷登登地 就被拉进孤沫 城门大开 守卫竟没有多严格 往来人不多 好像每个人 都跟守卫挺熟的样子 彼此打着招呼 时不时的 就有笑声传了来 公车靠近时 孤沫守卫瞪大了眼睛 往这边瞧 总算瞧出究竟 居然大喊 皇上回来了 是皇上回来了 凤玉恒更猛了 皇上 是在叫天武帝吗 他回过头去 却见天武帝 老老实实地坐在车里没动 只伸手往玄天明处指了指 告诉他 叫这小子呢 叫他 他纳闷 这里是孤沫 为何跟他叫皇上 再想想 是不是当初 都以为父皇您 要把皇位留给他 如今大善换了国君 孤沫这头消息闭塞 还以为新皇是玄天明 天武帝呵呵笑着 只摇头 却不知声 就连云飞都悠哉浅笑 然后直指自个儿儿子 你问他好了 凤玉恒皱起秀眉 往玄天明胳膊上 用力拧了一把 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玄天明腾的咧嘴 赶紧告诉他 你家夫君 怎可能是池中之物 而我家娘子 亦是天上心诉奉命灵士 朕 朕怎么可能会亏待了你 他说着 哈哈大笑 伸手指着前方 夫人且看 这便是孤沫 是大顺极西之地一国 这天下人人皆知 孤沫附属大顺 却不知 其实 孤沫其实一直都 在大顺国君之首 直至十年以前 父皇才把他传位于我 却是悄悄的 瞒着天下人 自家都很少有人知道 当初我平定西北 老三就是有所察觉 才出手为戒于我 导致我被困深山 幸而遇到夫人你 凤与恒都听糊涂了 他说什么 孤沫国君 他家夫君是孤沫国君 虽然之前他也有所猜测 所谓的要来西边 是与孤沫有关 可却怎么也想不到 玄天明居然是孤沫皇帝 玄天明很久没有如此